我们可以看到国美纷纷扬扬的内渡这个事件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地画上一个休止 相对而言 它所公布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对它本身来说是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份成绩表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业绩上有所改观 但整个内部的格局还没有很明朗化 相反在近几年来说 苏宁电器它的扩张的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而且业绩的增长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气势如红的一个阶段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整个市场对两只股票的估值也是不同的 相对而言来说 虽然国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业绩有所反弹的话 但是它整体的适应率还是相对于较低 那从这个整体的行业来看 行业受惠于整个处于 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招揚行业 而且从那个政策方面有很大的扶持 所以整个行业来说是非常有潜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都是行业老大的两个企业来说 当然苏宁有很好的一个在打天下的一个前景 当然国美的前景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受制于现在整个管理层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公布完第一季度的报告之后 股价有跳空上升 但是由于整个对集团的那个未来还有一个未知数来说 现在股价还会进一步收压